苹果手机维修的猫腻 你都知道吗 嗯 像这台苹果叉 屏幕坏了后可以烂了 你拿去手机店维修 老板可能要你更换整个屏幕和外壳 每个千把块估计搞不定 但如果你说出这句行业的话 老板这种压盖板多少钱 其实只要几十块就能搞定 真心啊 我们先去把后玻璃换了 大致过程就是先用激光机扫眉一遍 然后把玻璃清除干净 贴上全新的厚玻璃 现在已经换好了 半个小时后 我们可以解开橡皮筋 然后拿去下盖板 先测试一下屏幕 触摸没有问题 然后拆机取下屏幕 打上无影胶 贴上塑料膜 这个胶水一到紫外线就会凝固 把碎玻璃固定 防止分离时 碎玻璃划上内屏 再拆下屏幕支架 清理残用胶水 使用金刚丝 小心的分离内外屏 这一步看起来挺简单 但99%的人第一次干都得翻车 哈哈哈哈 这就是分离下来的盖板 也就是外屏 剩下的就是内屏了 把胶水清理干净 贴上一张oc胶 这就是全新的盖板 把外面一层膜撕掉 然后贴上去 再放入贴合机中贴合 赶紧来测试一下 显示和触摸都没问题 然后放入除炮机内 除炮 再拿去压支架 把屏幕粘上去 用机器压合 弄好之后 我们把机器安装好 测试一下 没有问题 nice 就这一栋操作下来 把后玻璃和外屏都坏了 才换了把疗快 如果是你们那里的手机店 你觉得要花多少钱呢 哈哈哈哈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论哦